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包包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伙 今天我们来说说凌晨三四点突然醒来再难入眠 多半是这三个疾病的原因 在评论区回复疾病,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疾病的那些事 经常会有人在半夜三四点时突然醒来 既不是为了起夜,也不是因为口渴 而且自己明明疲劳至极,很想好好睡一觉 可是就是翻来覆去在床上折腾,无法再次入睡 多半是这三个疾病的原因 一,气血不足 半夜三点至五点时间是人体器官排毒的时间 此时肺部如果攻血不畅 就会让身体警觉,大脑会变得兴奋,加快心脏攻血 为了避免身体器官因气血不足而受损 就会提前下达醒来的命令,让你知道它此时不舒服 二,脑神经衰弱有关 如果长时间用脑过度,就会使得脑神经发生衰弱 睡眠浅,易惊醒 如果是这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就需要注意 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 避免用脑过度,慢慢就会改善 三,情绪抑郁 好像在现代社会,我们总是听闻身边会出现有抑郁症的朋友 这往往是因为无法及时调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造成的 患有抑郁症的人,半夜会容易醒来无缓入睡 醒来后就会感觉到心情烦闷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者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疾病的那些事